高雄一名騎士28號行進鳳山區的時候 高速闖了好幾個紅燈 被圓景攔查 過程當中呢 騎士手伸進口袋裡面翻東西 卻掉出煙盒 圓景靠近一看 發現裡面藏有一包安非他命 眼看東窗事發 騎士還一度想跑 另外在南紫區 圓景也抓到了毒品通緝犯 據了解 嫌犯會不斷地更換藏匿地點來躲避追企 名其警鈴 隨後要求騎士靠邊停 下車受檢 原來這名騎士沿途敞了好幾個紅燈 才會遭圓景上千關心 騎士神社緊張 向圓景表示想透透氣 沒想到騎士煙盒裡竟然藏有非法物品 似乎想要逃跑 圓景見狀立刻壓制 事發在28號晚上10點多 檢新騎士騎車行進高雄鳳山區過疲路時 高速闖了好幾個紅燈 圓景攔查被問到身上有沒有偽禁物 騎士先是從口袋掏出一盒香菸 由於舉止太過可疑 圓景靠近一看 竟然發現裡面藏有一包安菲塔米 騎士眼看犯事敗漏還一度想要逃跑 請尋後依毒品防止危害條例移送偵辦 而另外在南子區也打到一名毒品同期犯 嚴張 嚴張 圓景騎車尾隨 眼前這名零性嫌犯 28號下午1點 騎車行進南子區 一群入食被遠景盯上 你不要反抗 放輕鬆 見時機成熟 衝上前逮人 由於多次到這名嫌犯住處 許人未果 警方推測 對方不斷更換場地地點來躲避追氣 停車欲進入商店購物時 直接壓制逮捕林嵐 訊後依法解送台灣橋頭遞檢署規案 被送上警車模樣狼狽 常逆毒品還躲避追氣 照可以在街上被逮 實在活該 記得忘了一家網紅城高中採訪報導